蛋荒持續到現在 即使夏天是雞蛋銷售蛋季 養雞協會每天公布的供需報表 還是顯示產量不足 蛋箱工會估計一天還是短缺 有3000箱的雞蛋 花東養雞協會理事長張敬毅指出 目前蛋雞缺仍然是 跟小雞欠缺為主要的原因 總雞要漲到產蛋 供應除雞至少得等一年 根本就還不及及 中秋節幾樣到來 而肉雞卻出現了缺乏的情況 產地雞農證實 總雞場因為天氣炎熱 出現產蛋率低 孵化率也低的情況 沒有足夠的新雞可以推出 因為第一點 你那個潛流感 雞生蛋就少了 然後總雞又淘汰 接下來就是 那個運輸方面 人家中南部一個肉到尾 運輸不用那麼久 我們運輸來到這裡死傷 我們又不甘願了 我給你訂一千隻 你給我五十隻一百隻 你去補花 那這樣兩邊都沒有辦法平衡 總雞場突然 我運輸出來 經濟頂的雞子 運輸人要賣 我不會讓他方便 你直接就載去了 並且因為天氣熱 雞都躲在雞舍 造成熱擊破 產蛋率也下降 那他们在养殖之中的前端的部分 就是小鸡的鸡汁的部分 就已经遇到相当大的一个困难 那所要的鸡汁 例如说一千只 那未必能够分配到他们想要的一个量 那么我们也希望农业处能够协助我们的农民 能够进行养鸡的这个种场商 能够来进行协商 那来在前端的部分来进行协助他们 能够在鸡汁的方面就有足够的一个量 业界传闻禽流感蔓延至高雄屏東一带 造成鸡汁耗损 产地认为鸡蛋供应时间短期内难以缓解 甚至极有可能一路缺到明年 这也使得鸡蛋价格居高不下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